美国马萨诸塞州一所疫苗接种中心上演了一场惊喜音乐会 世界顶级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当天接种疫苗之后 在现场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就急心拉起了大提琴 美妙的琴声让现场民众大饱而服 65岁的马友友星期天在马萨诸塞州一间社区学院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之后 和大家一样必须休息观察15分钟 观察期间戴着口罩的马友友即兴拉起了大提琴 在现场来了一场惊喜演唱会 音乐会 疫情爆发以来马友友不时在社交媒体发布作品 以音乐来回馈社会抚慰人心 音乐会